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的管子导通 上面TP管是截止的 这个时候没有电流 从电源通过两个管子到D之间没有电流 这个时候我们说没有电流不就是这一代 这个是叫做电流传输特性 是说的ID这个电流 和输入电压VI之间的函数关系 那么在AB这一单TN管接止 ID等于0 在EF这一单TP管接止 所以这个电流也是等于0 当输入电压在BC在这个BC这一单 也就是这个 这两个区域之间 这个区域小于二分之VDD 比这个VT比这个VT又大一点点 这个 比这一V大一点 一到二分之VD这个区域 那这个电压传输特性是BC这一单 BC这一单 我们说输出在这上面这个地方还是属于高电瓶吧 属于高电瓶 输出高电瓶 这个时候TN管呢 在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输出电压开始下降的 这个时候 这一单区域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TP呢 它还是在可编电阻区 但是TN管的这个状态呢 在发生变化 它原来是截止的 然后呢 现在慢慢从截止就到了饱和区去了 因为它要从高要转到低的时候 它需要经过中间的放大区嘛 它就转到饱和区去了 所以呢 这个开始转到饱和区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就有电流了吧 就有电流 所以呢 这个ID就会从 没有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增加 增加到什么时候最大呢 增加到 这个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最好是二分之VDD的时候 这个呢 最好在CD这一单 CD这一单 增加到二分之VDD的时候 下面的N管和上面的P管 它会同时在放大区 同时进入饱和区 这个时候电流是最大的 两个管子都饱和的时候 它的两个电阻都不是太大 都是 不是太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功耗会很大 电流很大 功耗会很大 对不对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达到了这个 尖峰 电流最大 在二分之VDD的时候 电流达到最大 然后呢 你的电压 输入电压Vi 从二分之VDD进一步增加 进一步增加呢 我们说这个管子的状态 又在变 N管呢 慢慢的进入了可变电阻区 下面的N管 进入了可变电阻区 上面的P管呢 还在饱和区 这个时候 这个状态 跟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的一个转换状态 是不是类似的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电流呢 ID 会从最大状态 慢慢的开始下降 慢慢的开始下降 降到这个Vi 等于四伏这个位置 这个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TP管 就完全截止了 N管呢 就完全在可变电阻区了 P管完全截止了 这个电流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电流呢 就没有了 ID等于0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电流传输特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尖锋的 那功耗什么时候最大呀 什么时候 这个管这个电路功耗最大 是不是就是电流最大的时候啊 电流最大的时候 二分之三分之二分之辟地 这个地方功耗的最大 所以呢 对于我们刚才说的C模式的返向器来说 功耗最大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二分之VDD 输入电二分之VDD 那么它的 静态的时候 静态的时候 输出 高电频 或者是输出低电频 不变的时候 它的电流等于0 它的静态的功耗 是不是就等于0 静态功耗就等于0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模式管 它的特点 C模式电路的特点 所以这个静态的功耗小 有什么好处 以你们的手机为例 待机的时间就很长 你静态 我不打电话的时候 待机时间很长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打电话的时候 功耗就会大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动态 就是相当于你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电路正在工作 正在翻转 电路的工作状态正在翻转 那么不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处于待机状态 像静止 静态功耗很低 这就比较好 所以现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都用C模式电路来做 就这样一个原因 这个是 这个传输特性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特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输入的逻辑电瓶和输出的逻辑电瓶 它的定义的一个范围 还是这个电压传输特性区域上来看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样一个区域 就是这个 输出的电压 VO 它开始 转换之前 开始转换之前呢 从高电瓶要变成低电瓶 在转换之前 你输入的 这个低电瓶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值吧 当超过这个值的时候 这个输出信号就会变了 就变 慢慢的变低了 所以呢 我们输入为低电瓶的时候 输出是高没问题 但是我输入的低电瓶 到什么时候 它就不再是低电瓶了呢 那这就要规定一个VIL的 最大的值 VIL最大的值 以后从零幅开始到这个范围 我输入的都是低电瓶 好 然后呢 我们说你输入 这个高电瓶的时候 输出 反向器的输出 就会变成低电瓶 那我的高电瓶是5V的时候 输出是低电瓶 我是4.5V的时候 输出还是低电瓶 那我这个输入往下减少 减少到多少范围的时候 我的输入不再是高电瓶了 是不是也有个范围啊 所以它有个VIL有一个最小的值 当你比这个值还小的时候 然后这个输出的信号 就可能不再是低电瓶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会规定一个输入信号的下限值 输入信号的下限值 就这样的 VIH MN这样的 输入低电瓶的时候 我们说有个上限值 输入高电瓶的时候 有个下限值 这实际上是对这个传输特性的横轴 进行了一个分区吧 横轴进行了分区 左边这个区 就是低电瓶的范围 输入的低电瓶范围 右边这个区 就是输入的高电瓶的范围 中间这个区呢 没有定义 中间这个区没有低 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好 我们还是这个曲线 我们现在呢 在这输出信号 输出的高低电瓶 我们也划分一个范围 你输出高电瓶的时候 5V是高电瓶 4.5V它输出也是高电瓶 那我高电瓶总有一个线吧 有个最小的吧 比这个值还小就不是高电瓶了 我就认为不是高电瓶 那这个呢 有一个输出的高电瓶的范围 所以呢 有一个输出的VOH最小值 那么叫做输出高电瓶的下限值 VOH 它的下限值 然后呢 我们说输出低电瓶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范围 这个低电瓶呢 有一个上限值 低电瓶 有一个上限值 用VOL max 来表示它 好 这个东西 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划分呢 或者换句话说 我这两个 我这个范围划分 一个是划分的横轴 一个是划分的重轴 我这个中间那个区呢 都是没有定义的 中间这个区都是没有定义的 那我以什么范围来划分呢 我这里输出的高电瓶 高电瓶 我传到后面去 要我后面的这个 负载 要认识传过来的 还是要高电瓶吧 所以这个 还是要认得它是高电瓶 如果前面输出是个低电瓶 我传到后面来 我也要认得它是低电瓶吧 那么这个范围 我们在划分的时候 我希望我前面这个划分的VOH 有一个什么 VOH 有个下限值 这个VOL呢 VOH呢 VIH 后面这个是输入嘛 VIH VIH有一个什么值啊 VIH 有一个下限 下限值吧 下限值 好 这个高电瓶的输出的高电瓶 这个高电瓶的范围 它实际上是电源 5V 跟这个VOH之间的这个范围 我们都认为它是高电瓶的输出范围吧 那么这边输入的这个范围 那么我的5V到这个我的输入的下限值这个地方 我都认为它是 只要在我这个比我这个最小的值还高一点 我都认为它是高电瓶 我都认为它是高电瓶吧 我都认为前面传来的是高电瓶 那你说 我这定义的时候 我这个值 VIH 这个值 和我的VOH的这个值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 前面的一个这个值要比它大才行 对不对 或者换句话说 后面这个的范围 整个的这个节收的这个范围 要宽吧 所以呢 后面这个节收的 这个范围 它要比前面的那个范围要宽才行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低电瓶的传说也是一样的吧 低电瓶传说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说是0幅到一个VOL的最大值 好 传到这边来 它要认得它是0 这个范围呢 它是0幅到VIL的也是最大值吧 那同样的 这个范围 也要比这个范围来的宽才行吧 这个值要比它大才可以吧 所以呢 这也是要宽 所以定音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门 它的输入的参数 和它的输出的电瓶的范围 它不会是一样的值 这个值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 两个范围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来画成这样的一个 画成这样一个图 画成 这如果是表示一个电瓶的范围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图 这个呢 是最低的这个值 这个呢 就是输出的 这个整个 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轴 整个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输出的 电压VO 这个范围呢 我们说就是 这个样子的 这中间呢 是没有定义的去 这个画低一点吧 这个画低一点 这是VOL的 最大值 好 然后后面这一个呢 我把它查了重画 它传到后面 这个要接收 这里呢 就是输入信号的一个范围 输入信号的一个范围 我就可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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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这画的不是太好啊 画的 这个还画低一点 这个都是0的范围 这个是前面的驱动门 它输出的电压的高低范围 这个是后面的负载门 它接收的0和1的范围 我们说这个范围都要比它大 这中间的差异 中间的差值 中间的这个差值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中间这有个叉嘛 这个叫什么 这里也有一个叉 这个叉画的不那么好了 还往下来一点 这两个线之间也有一个差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这个高电瓶 输出的高电瓶 从这里传到 从这个输出单传到输入单的时候 允许在这个电瓶上叠加的一个噪声吧 对不对 你可能会叠加噪声在上面了 那我这个可以叠加一个负向的噪声 这个可以叠加一个正向的噪声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 这个差值叫做高电瓶的抗感染能力 或者叫做高电瓶的噪声溶线 用VNH表示 这一个呢 是低电瓶的抗干扰溶线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噪声溶线的定义 这个VNH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VOH的下限 减去 VOH的下限 这个呢 是等于VIL上限 减去 VOH上限 这就是抗干扰能力吧 这就是噪声溶线 定义这个东西就定义了一个噪声溶线 所以在我们书上面的这个七十一页 七十一页 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两个值 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HC C模式在五幅工作的时候 这个VOH的下限值 VOH的下限值 4.9幅 这个VOL的上限值 这个呢 是0.1幅 这个是0.1幅 这个呢 是1.5幅 这一个值呢 是3.5幅 是3.5幅 所以 我们说 你看这个噪声溶线 高电频的就是多少 高电频的 就是1.4幅吧 1.4幅 低电频的呢 1.5 减去0.1 也是1.4幅 这个就是噪声溶线的概念 噪声溶线 就是容许的噪声的大小 容许叠加在这个传输线上面的噪声的大小 所以说数字电路 它的抗干扰能力强 也就是因为这些值大 它的抗干扰能力就强 好 这是这个噪声溶线的概念 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C模式电路 我们说它后面呢 总是要结这样的反向器 或者是其他的C模式电路的 总是要结其他电路的 然后呢 我们说后面的负载呢 可以把它抽象成为一个负载电容 CL 这个CL是后面的负载 抽象出来的一个CL 然后当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低电频的时候 它的输出呢 就是高电频 高电频呢 也就是这个管子呢 它是截止的 上面的管子呢 是导通的 我们这个电路截止的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不要了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的了 你看这上面导通的 它供着呢 可变电阻区 它的电阻呢 不到1000欧 它对后面负载电容 CL充电 这个时间长数 是不是比较小啊 时间长数比较小 1000欧的电阻 不到嘛 乘一个 很小的电容嘛 充电 这个过程 这个电流呢 充电的时间长数会比较小 放电呢 放电 当输入是高电频的时候 输出是低电频 下面的管子导通 上面管子截止 原来充的电货 现在要放掉 那这个管子呢 也是工作在 可变电阻区 它的电阻 跟我们刚才这个 导通的电阻 是差不多吧 所以呢 这一个时间长数也不大 放电时间长数也不大 所以从这个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它的传输延迟时间 从高电频输出 从高电频 转到低电频 或者是从低电频 转到高电频 反过来 它的传输的延迟时间呢 大概小于10个纳秒 大概小于10个纳秒 也就是 这个10个纳秒的导数 它的频率 你算一下就100兆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站 100兆不到 实际上就这样 所以这个电路呢 我们说 它是有互补的性质 互补对称的性质 开通时间 关闭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管子 从导通到截止 从截止到导通 它这个时间 大概是相等的 C模式电路 大概是相等的 TTL不一样 好 这个是我们讲的反向器 我们重点的分析了 反向器的工作原理 它的特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 高低电频 这个低音的范围 以及它的这个噪声融线 我们都分析了 下面我们再讲一些 其他的这个门电路 宇飞门 宇飞门怎么构成呢 要用四个摩式管 下面两个呢 是N勾到的 上面两个是P勾到的 大家一看呢 这上面两个P勾到的 好像是并脸的关系吧 这个漏集D 圆集S都并起来了 下面的呢 是串联的关系 串联的关系 这个呢 圆集S 结到了下面的管子 漏集D 然后这个圆集结D了 然后两个管子的 秤底都是结电位的最低 电路的最低的电位点 结D的 好 这个电路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假设 它的开启电压 也是两幅 也是两幅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可以 在输入单加高电频 或者是低电频 我们来看看这个管子 它的工作状态 它是截止呢 还是能够导通 好 当这两个输入信号 都为0的时候 0幅 或低电频的时候 那么这个VGS 是不是小于它的开启电压 0幅嘛 所以它就截止吧 就截止 而上面的呢 管子 0幅的时候 因为D是等于5幅的 所以是负5幅吧 它绝对值大于那个 VTP的绝对值吧 所以它就要导通 它就要导通 所以你看下面的管子都截止 上面的管子都导通 导通的时候呢 这个输出单L 截止就是相当于旦开了 就不要了 然后 这个 导通的时候 它就有个导通电阻 不到1000欧的导通电阻 这两个不到1000欧的 导通电阻 并连起来 接到5幅吧 所以输出是高电频 输出高电频 好 这是这个表格里面第一行 下面的两个管子都是截止的 上面的管子都是导通的 好 再来看第二行 再来看第二 或者是第三行 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我们看第三行 A等于高电频 B呢 是低电频 B是低电频 这个管子肯定不能通了吧 不能通了 不能通了 相当于旦开了 高电频呢 这个是三级G 蹭底呢 是截地的 哦 这个可以通 这个可以通 蹭底是截地的 它的勾道可以产生嘛 然后就可以产生电流 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导通的 好 这个导通呢 这个截止 就是这样的状态 上面呢 这样是反过来的 所以TN1是导通 TN2呢 是截止 这个TPE呢 跟TN1是反的 截止的 它呢 跟它是反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输出 哪一个是TP2 TP2是导通的 它有一个导通电阻 RON 这个输出L呢 可以通过它 接到5V去吧 所以这个可以输出高电频 下面呢 因为有一个是截止的 所以跟下面呢 通不了了 下面通 这个管子 它是导通的 但是这个整个通路不通 通路不通 所以这个通不了了 所以呢 就输出的是高电频 输出高电频 如果两个都是高电频呢 两个都是高电频 最后一号 都是高电频 那这两个呢 肯定是都通了 那上面两个呢 都截止了 都截止嘛 就都荡开 不要了 然后这个L呢 就是两个 导通的电阻 串联起来吧 这两个导通 两个管子都导通 它有个 1000欧不到的电阻 它也有个1000欧不到电阻 两个串起来 到地 这个输出单 就通过它们到地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输出就是低电频 零吧 输出就是低电频零 好 这个就是输出低电频零 我们把这个关系来抽象一下 是不是就我们前面讲的宇飞门呢 就是宇飞门吧 它的L呢 就等于AB飞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来表示它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有问题了 我如果要扩展这个输入单的数目 现在是两个输入单的 我要三个单 四个单 这个电路怎么扩展 你说说 怎么扩展 如果加一个C的话 再串联的 然后B联的上面再加一个 串联的再串一个 上面B联的再并一个 是对的 坐下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如果再加一个单的话 加个C 我下面呢 就要加一个N勾道的管子 对不对 跟它串起来 跟这一样的连 然后呢 上面呢 还要加个管子并起来 然后把它们三级连在一起 作为输入C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是对的 好 如果我要 很多个输入单 十个输入单 二十个输入单 你可以不停的这样加下去吗 输入单的数目 不停的增加 会有什么问题 不停的增加 会有什么问题 第二本的女生说的 不停的增加的时候 这个输入单 你 A B C D E 不停的增加 输入单会增加之后 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 应该会导致 它的电子越大了 对 坐下来 说的很对 你下面这个电管子的 不停的串 那么它的这个 导通的电阻 是不是你的串的越多 这个电阻会越来越大呀 这个电阻会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就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当它导通的时候 即使它们都是通的 但串起来的电阻很大 这个L呢 它输出的电频 它不是低了 它不低了 因为你这个电阻呢 太大了嘛 你通过很大的电阻接地 它就变成高电频了 是不是成了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呢 这个电路的输入单的数目 是有限制的 一般我们常见的 就三个四个的 输入单的比较多 再多就有问题了 再多就有问题了 好 这个是雨飞门 这个电路 雨飞门呢 它就用了四个摩饰管 下面我们再来看货飞门 那货飞门呢 我们是这样接的 下面的两个N勾搭的摩饰管呢 一看就是并联的吧 上面的P勾搭的摩饰管 串联的 好 这样呢 我们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实际上是类似的了 讲到开启电 也是两幅的话 然后当输入00的时候 输入是00的时候 这个是0 这个是0输入 这两个管子都截止吧 这两个管子截止 上面两个管子 跟它工作状态是反的 肯定是导通的 那导通呢 这个L呢 就通过两个导通电阻串起来 截到了5V吧 所以这个上面 两个电阻串起来 导通电阻串起来 截到5V 所以这个输出是高电瓶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里的第一 好 下面两个N个的管子是截止的 P个的管子都是导通的 所以输出高电瓶 好 当有一个输入是0 另外一个输入是1呢 好 A输入是0 这个管子 它是0 它肯定是截止吧 B呢是1 这个呢是导通吧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输出是什么 它导通了 它截止 这输出高电瓶还是低电瓶呢 这导通不是一个电阻截到地了吗 高电瓶低电瓶 低电瓶吧 没问题吧 好 这一行呢也是一样的吧 好 它为高电瓶 它就导通 它为低电瓶 它截止 但是你这个L单呢 可以通过这个导通的电阻截到地上去吧 好 这个呢输出也是低电瓶吧 两个都是高电瓶的时候 两个都是高电瓶的时候 这两个都导通吧 这两个都导通 都导通的时候 这个L单 上面两个当然都截止了 上面两个截止 L单呢 就通过两个导通的电阻 并起来 接到地 并起来接到地 好 然后呢 并起来之后 接到地 两个不到1000欧的电阻并连 最后接地了 输出 低电瓶 这个也没问题 所以呢 我们把它 这个逻辑关系弄出来的话 输入00的时候输出高 输入里面呢 有一个高电瓶 输出就是低电瓶 是不是就我们前面讲的货飞门啊 就货飞门嘛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表示 那我现在的问题 又来了 我要三个输入单 四个输入单 五个输入单的 怎么做 怎么做 我需要N个输入单的货飞门电路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后面的那个同学 倒数 就300 那个女生 就外面这个 就你啊 不用回答你 你说一下 我怎么做 N勾到的这个管子 我要增加一个 我们就是三输入单吧 三个输入单的 货飞门 我怎么做呢 哪三个串连 再加一个TN3 再加一个TN3 TN3跟他们怎么连呢 并连吧 在这个后面 可以再加一个 是不是 上面呢 上面再串一个TB3 把他们的三级积连了一起 做输入 对不对 好 很好 坐下来 好 这样可以做 同样的问题 输入单数不停的增加 有没有什么问题 输入单增加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也就是输出低电频 会不会变高 输出的高电频 会不会变低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一说一说 他说的是 当上面的管子 当上面的管子串的太多的时候 上面的管子串的太多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串联的电竹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对不对 然后你的输出单呢 通过这个比较大的电竹接到五伏的时候 它的高电频就不高了 有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 那个N模式反向器 那个RD 可以接到 100千欧啊 都可以啊 你这个串起来 能够到100千欧吗 你一个导通 不到1000欧的电竹 你串多少个 可以串很多个吧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个电路很好 输入单 实际上增加的时候 没什么问题 所以 货飞门电路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 用的很多 它可以增加输入单的数目 它的回答是不对的 回答是不对的 不是低电频 这个是高电频 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把这个电路 可以看一看 它实现什么功能 首先我们看前面的四个管子 跟着什么电路 x点输出什么 曲线左边 有两个输入吧 或飞 有同学说出来 或飞 就是a加b飞嘛 然后在后面的四个 这个六个管子 跟着什么关系 这两个是串起来的 跟这一个呢 是并起来的吧 那串起来的是雨吧 串起来它输入单 一个是b 一个是a 这两个是雨的关系 并起来的这个管子呢 跟前面这个是 货的关系吧 货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输入呢 是x 输入是x 所以a跟b 再跟x或 然后再取飞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输出 然后呢 我们把它写一下 把那个x带进去 就成这样吧 然后再用摩根定律 把它画一下 画成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 同货非吧 同货非是不是就是义货门 所以这个电路就是义货门 这个就是义货门电路 义货门电路 所以这个呢 电路的功能 大家会分析 这个功能要会分析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后面的就不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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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